我太太跟我很不一样 前面师母其实是很大耳化的 很开朗的一个人 她一天到晚都开心 一天到晚都在笑 但是呢 她做事情呢 早上就忘了这个漏的那个 哎呀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她常常会觉得 你不要一直挑我毛病好不好 可是对我来讲呢 我也觉得 我很容易看到你的毛病嘛 你为什么不调整呢 所以其实我们结婚初期 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摩擦 就是 她老觉得我在挑她毛病 我老觉得 我跟你讲了这么多遍 你为什么不改呢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 我们慢慢找到一个属于的原则 原来上帝把一个 跟我很不一样的人 摆在我的身边 是为了平衡我的过度 我的过度催毛求疵 我的过度注重细节 我的过度 我们结婚25年 其实今天的我比当年 大耳化之多 今天的她 也比她当年细心的多 因为上帝把一个 跟她不一样的人 摆在她的生命当中 我们彼此都平衡了许多 你的另外一半跟你很不一样 你知道那是上帝的美意 他要让你更平衡 谢谢大家